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美国亚马逊年度好书之一 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的作品Elevation 我们暂且把它翻译为上升 在外人看来 斯科特和往常一样 还是一个相貌平平舔着肚子的大块头 走在成岩堡小镇的路上 一点也不起眼 要说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是最近他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失落的神色 小镇上的人纷纷猜测 那是因为他就要和妻子离婚了 但真的这么简单吗 没人真正知道斯科特都经历了什么古怪的事情 除了镇上的埃里斯医生 埃里斯医生七十来岁 已经退休五年了 但还是破例接受了斯科特的紧急约见 这天斯科特在上午十点 准时走进埃里斯的办公室 发现埃里斯早就到了 一见面就开口问他 出什么事了 斯科特看上去失魂露魄的 南南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生病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大病啊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医院看看呢 斯科特马上回答 看过了 还做了好多检查 什么尿检呢 咽血啊 哎呀 我胆固醇有点高 还有糖尿病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嗯 问题是 我明明没有在减肥 体重还一直往下掉啊 其实 这十年以来 我很少称体重的 你懂的 我不想给自己添堵 不过 最近 我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浴室称体重 因为啊 实在掉得太快了 但我身上 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哦 掉体重 很常见 不过你也知道 掉体重 可不是糖尿病 这么简单吧 比如说 掉体重 也有可能是 癌症的表现 斯科特 你掉了多少体重了 已经 二十八磅了 别担心 掉一点体重 对你来说 是有好处的 太重了 心脏会有负担的 所以 你现在有多重了 你猜猜 埃里斯 看了一眼 斯科特突起的肚子 两百四 至少两百三 今天一早 我才称了 两百一十二磅 我看起来 还合两百七十磅似的 而且 你一定想不到 我穿上衣服和靴子 称 还是两百一十二磅 不多也不少 不信啊 你瞧着 说着 斯科特 站上了 埃里斯办公室的 体重秤 指针 结结实实的 指向了 两百一十二 接着 斯科特从包里 倒出了一大堆硬币 装在大衣的 两边口袋 再次往秤上一站 耸耸肩爽 看见没 就算加上 十磅重的硬币 我还是两百一十二磅 更邪门的是啊 不管我吃多少东西 体重每天 都他们往下掉啊 埃里斯的笑容僵住了 不 绝对不可能 这不符合重力原理啊 老朋友 你别耍我 斯科特 神色凝重地回答 说真的 埃里斯一声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什么 超自然现象 我想让你帮我查查 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除此之外 我只求你 别告诉别人 我不想上报纸 两天之后 斯科特 接到了埃里斯的电话 埃里斯的声音 有些沮丧 我查了临床案例 只有一些 新陈代谢太快的人 怎么吃也不会胖 还真没有看到 你这样的案例啊 斯科特 轻轻笑了一声 哈哈 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埃里斯一声 今天早上我的体重 已经变成208磅了 我加了两个20磅的哑铃 结果还是208磅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 斯科特 听见埃里斯 深吸了一口气 狐疑地问了一句 这 这有点吓人了 斯科特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很奇怪 我有种越来越轻松的感觉 我的体重掉得越厉害 身体就越有一种逐渐上升的感觉 那感觉 就像 就像我在以每天几磅的速度 慢慢死去 斯科特 他还得和隔壁那对古怪的邻居打交道 这对邻居 古怪在哪里呢 在城堡 城堡研 斯科特的邻居 斯科特的邻居唐纳森和迪尔德利 是唯一一对公开的女同性恋伴侣 对于镇上这些传统 闭塞的居民来说 光是看到两个女人手挽手 在街上溜达她们的两只狗 就足够让人在背后戳几两骨了 塔纳森和迪尔德利是从波士顿搬到城堡研的 他们在镇上开了一家名叫神圣菜豆的墨西哥菜餐馆 结果门庭冷落 原因很简单 城堡研的人不愿意和一对已婚的同性恋走得太近 另外斯科特听说 因为迪尔德利总是对外高调宣称 唐纳森是他的妻子 结果招来了城堡研人的白眼 神圣菜豆可能很快就要倒闭了 说来好笑 斯科特本人对同性恋群体并没有偏见 他只是看不惯他们养的两只狗 唐纳森和迪尔德利的狗 总是把狗屎留在他门前的草坪上 也正因为这样 斯科特和迪尔德利吵了一架 这一天 斯科特在门口又看到了邻居的两只狗 不过遛狗的是唐纳森 没看见脾气火爆的迪尔德利 唐纳森似乎是专门来等他的 一看见他便走过去说道 我是来给迪尔德利道歉的 斯科特第一次注意到唐纳森绑着金色的马尾辫 脸上有种羞涩的神情 和强势的迪尔德利经常鲜明的对比 他微微喘着气 结结巴巴的说着 抱抱歉 上次的事情 迪尔德利 他不是故意的 他 他不是 针对你生气的 迪尔德利 他只是 对这里的所有人生气 我们 来城堡岩 已经八个月了 很多本地人 都在排挤我们的餐馆 为了给餐馆打广告 迪尔德利还接受了镇上的 感恩节马拉松邀请 他说 一切都因为 都因为 我们是同性恋 而且是结了婚的同性恋 我不想承认 但恐怕 他的话是对的 事已至此 我不希望 我们连邻里关系也搞砸 所以 我 我想请你 接受我们的道歉 有空 来和我们一起 吃个晚饭 看见唐纳森 战红了脸 斯科特突然对他 产生了一些好感 他能感受到唐纳森 是鼓足勇气 才说出这番话的 与此同时 斯科特还有些纳闷 现在是21世纪 美国最高法院都宣布 同性婚姻合法了 怎么还有集体迫害 同性恋这种事情呢 在此之前 他从未注意过 程宝言对于同性恋的态度 虽然 同性平权是时下的热门议题 但他和斯科特的实际生活 并没有多少怜气 再说了 他还得为自己的体重发愁呢 但也许是唐纳森的这番话 让斯科特对他们格外留心了一些 他发现 很多城堡言人 好像真的不喜欢他们 比如 他们总是把 那两个女同性恋几个字 挂在嘴上 骂唐纳森和蒂尔德利 是两个豆腐婆 还将他们的神圣菜豆餐厅 戏称为 那家豆腐婆餐馆 又比如 为了给神圣菜豆拉人气 曾经拿下 2011年 纽约市马拉松 第四名的迪尔德利决定 参加 城堡言的感恩节活动 火鸡马拉松大赛 在城堡言这样的小地方 像迪尔德利这样的赛季 是难得一见的 而一年一度的马拉松 可以说是镇上最大的体育赛事 也是最隆重的公共活动之一 于是 蒂尔德利允许火鸡马拉松赛委会 把自己的照片 放在比赛的宣传海报上 前提是 海报上得加上一行字幕 蒂尔德利 2011年 纽约市明星马拉松运动员 城堡言 神圣菜豆餐厅的老板娘 既找了那个蛮不讲理的蒂尔德利 但只是因为喜欢同性 就得白白遭受旁人的攻击嘛 只是 还有能做什么呢 突然 斯科特想起了即将到来的感恩节 他决定亲自参加这个滑稽的 火鸡马拉松赛 哪怕因为体重超标 他从未跑过马拉松 对了 除此以外 他还决定在比赛现场 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 而这一切都需要感谢他 越来越轻的体重 火鸡马拉松赛开赛前期 斯科特和蒂尔德利打了一个赌 明星运动员 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如果你赢了马拉松 以后你们家的狗 可以在我门口随便遛到 我保证不说一个字 如果我赢了嘛 蒂尔德利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粗暴地打断了斯科特 如果 你再说笑话吧 看看你这副样子 能不能跑完马拉松 还是个问题吧 你到底想干嘛 斯科特假装没有听见他的话 继续说道 如果我赢了比赛 我想请你们吃顿饭 大家兵事前嫌怎么样 蒂尔德利嘲讽地说道 我没听错吧 你这样的肥胖症患者参加马拉松 还想跑赢我 你知不知道 你可能会半路摔断腿 或者突发心脏病身亡 别逗了 斯科特 你不可能跑赢我 城堡炎 没人能跑赢我 斯科特缓慢地说 哦 我懂了 我就想你 可能不敢跟我打这个躲吧 激将法奏效了 正要转身离开的迪尔德利 停下脚步 然后有兴致地 打量着面前这个 大富翩翩的男人 这个人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他深深地看了斯科特一眼 终于说了一句 赌就赌 很快到了感恩节 城堡炎第45届 火鸡马拉松赛开幕了 随着阵长的发令枪 一声枪响 一队人浩浩荡荡冲出起跑线 人群很快分流 少数的几个人 在前面领头 流畅地向前跑 老远就能看见 迪尔德利的大红色T恤 大部分人落在后面 黑鸭鸭挤在一起 免不了相互碰撞 混乱地移动着 接着 人群进一步分流 彼此间渐渐拉开距离 斯科特加快速度 先是绕过了一边说笑 一边慢跑的几个女人 又超过了几个 身穿骑行裤的男人 有人在斯科特经过时 拍了拍他的肩膀 斯科特回头看 发现那人 向他比了一个十字 似乎在说 上帝保佑 斯科特只是在心里 自嘲地笑了笑 这些人都以为 我会半路突发心脏病 天知道 我现在轻得 简直可以飞起来 斯科特明白 一般人跑马拉松的 前半小时 通常没有问题 之后就越来越难了 等跑到八千米 更是一个分水岭 不过现在 他觉得呼吸很轻松 感觉相当稳定 他往前看去 迪尔德利醒目的红T恤 就在前面四百码的地方 作为经验丰富的 马拉松选手 迪尔德利并没有 急着往前冲 斯科特想 他一定有一个 深思熟虑的计划 他决定 死死地跟住迪尔德利 斯科特成了 火机马拉松赛上 最引人注目的选手 谁也没想到 一个看似两百多斤的胖子 可以坚持这么久 几个中学生很不服气 急着跑到斯科特前面 但进入八千米后的上坡路 就难以坚持了 斯科特仍然不慌不蒙 穿着他那破破烂烂的球鞋和网球裤 一直跑过了八千米 九千米 进入九千米的时候 天边突然响起了一阵滚雷 斯科特抬头望去 天空乌云密布 迪尔德利还在前面跑着 但再往前已经没几个人了 现在正是加速的时候 然而马上下起了倾盆大雨 跑在前面的几个选手 终于也体力不支 坐在路边喘气 一个个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 看着斯科特往前跑去 现在是一万米路段 一段艰难的上坡路 虽然还在向前移动 斯科特已经感到身体有些吃力 背部隐隐作痛 他咬咬牙 盯着迪尔德利的背影 让脚步带动身体 随着山路上升 他距离迪尔德利越来越近 几乎一伸手就能碰到他 他渐渐有种神奇的感觉 仿佛整个人正在升起 身体在大雨中变得无比轻盈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 这会不会就是死去的感觉呢 这时迪尔德利回头看了一眼 没想到脚一歪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他用一种震惊愤怒受伤的眼神 瞪着从他身后跑来的斯科特 狠狠地骂着 你 你作弊 真无耻 与此同时 斯科特伸手扶起迪尔德利 迪尔德利只觉身上一个机灵 等等 发生了什么 怎么回事 不可思议啊 斯科特的手一碰到他 他就有种失重的感觉 身体微微上浮 轻飘飘地站了起来 此时 暴雨如注 地上有浅浅的积水 他发现自己的脚尖 从积水的表面轻轻掠过 就像失去了体重一样 他来不及思考 只听见斯科特在他耳边 喊了一句 快呀 往前跑 他的身体便被一股 不知名的力量往前移送 一下子冲过了黄色的终点线 暴雨之中 耳边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 斯科特也冲过了黄线 迪尔德利 呆呆地坐在地上 想着 刚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吞噬重量的传染病 不能承受的 生命之轻 经历了火鸡马拉松赛上的小插曲 迪尔德利和斯科特的恩怨 也随之一笔勾销了 有人拍下了斯科特 扶起迪尔德利的场景 一时间 所有城堡盐人 都在谈论这张照片 迪尔德利和他的神圣菜豆 成了两个人尽皆知的名字 这张照片 还达到了一个意外的效果 斯科特向迪尔德利 伸出援手的画面 被做成了大特写 登上了报纸头条 在电视新闻里反复播放 像一张宣传画一样 在网络上疯狂传扑 大概是受到斯科特的感染 很多本地人的心态 起了微妙的变化 渐渐的 他们一改对迪尔德利一家的 敌对态度 也愿意踏进神圣菜豆的大门了 不过 迪尔德利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是搞清楚 马拉松上的奇异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个虚弱肥胖 看起来从来不运动的中年男人 能跑完一万米的马拉松 为什么斯科特的手一碰到他 感觉就像飞到太空中一样 地球的重力也随之消失了 这一天 迪尔德利邀请斯科特和他们一起聚餐 迪尔德利忍不住问斯科特 感恩节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一碰到我 天哪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样的感觉 那感觉就会跟坐过山车一样 就像你坐过山车 坐到最高点 身体恰好寻在空中 然后再往下冲的瞬间 产生一种上升的错觉 一种完全失重的恐慌 可你是怎么做到的 斯科特无奈地笑了笑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他决定在饭桌上说出这个秘密 随着体重骤减 斯科特身上还出现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 那就是一切拿到他手里的东西 都会在一瞬间失去重量 不管是衣物家具还是活生生的人 因此现在斯科特连自己家里的猫都不能碰了 只要斯科特伸手抱他 这只猫便浑身炸毛 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听了斯科特的解释 唐纳森和蒂尔德利的反应 同埃丽丝医生一样 两人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这不可能 斯科特犹豫地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因为原本我没有称体重的习惯 不迷信的话 我觉得他也许是一种病毒 一种会吞噬重量的病毒 可是 迪尔德利小心地结果化 可是 你担心他可能会传染 是不是 对 我也这么想过 唐纳森着急了 不行 你必须得去医院呢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你会出事的 你想过后果吗 后果 我当然想过 现在我只有一百多磅 而且还在每天掉体重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轻 好像快要浮起来了 按照目前的趋势 我的体重很快就要降到零了 讲到这里 斯科特垂下了眼睛 缓缓地说了一句 到时候 能不能活着 都是个问题 在体重消失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也会消失 要说一点也不害怕 那肯定是骗人的 但他的心情并不绝望 这两个月以来 尽管原本门口罗雀的神圣菜豆 变成了镇上的热门餐厅 迪尔德利和唐纳森 还经常抽空看望斯科特 每隔一周 请他吃一次神圣菜豆贵宾餐 想到自己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 还结交了两个可爱的朋友 而且能对他们的生活 起到一些帮助 斯科特甚至感到些许愉快 要说 有什么使他遗憾的 那就是他舍不得家里的猫 这只猫陪了他很多年 但斯科特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摸过他了 看着这只猫的时候 斯科特也免不了想起 和前妻的生活点滴 免不了因此陷入伤感的情绪里 闲下来的时候 他会出神地想 我就这样一个人悄悄地 从世界上消失吗 这好像有点荒唐啊 他的体重 从一百磅跌到了五十磅 然后是三十磅 十五磅 随着体重减少 他的身体 总是处于一种上浮的状态中 得用绑带 把自己绑在轮椅上 才能在地面活动 一天 斯科特勉强站上体重秤 电子屏显示的数字 变成了二点一磅 这一天 终于来了 他马上给迪尔德利 打了一个电话 让迪尔德利 带他前往亨廷顿山的山顶 亨廷顿山 是火鸡马拉松赛的终点 两个月前 斯科特正是在这段 通往山顶的上坡路 追上了迪尔德利 也是在这里 找到了一种 忘我上升的感觉的 不知为什么 他想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找回那种感觉 他忽然 还想玩一下 孩童的游戏 于是随身带了一只烟花 打算独自在山顶点燃它 也许是为了避免 过度的感伤 和临别的哭喊 他把迪尔德利 赶回山脚下 让他和唐纳森 还有埃利斯医生 站在一起 好好看一眼 他放的烟火 可他现在 只有两磅的重量 他能在离开轮椅的同时 点燃这只烟花吗 亨廷顿山脚下 迪尔德利 唐纳森和埃利斯医生 并肩站着 等待着烟花 升起的那一刻 但天上什么也没有 距离太远了 他们看不见 斯科特的身影 他会不会已经消失了 就在这空白一片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有 砰的一声 闪现出金色的火花 接着是一大朵 展开的烟花 散出耀眼的光芒 然后 天空归于寂静 他们仰头看着星空 恍惚看见 斯科特 仍在黑暗中 一路上升 向着群星 飞去 好了 斯蒂芬金的新作上升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这本书 秉承斯蒂芬金 一贯的悬疑风格 由一个灵异现象 也就是主人公 斯科特 莫名其妙 消失的体重 来贯穿整部小说 不过 和斯蒂芬金 其他作品不同 这并不是一个 单纯的悬疑惊悚故事 斯蒂芬金的代表作 比如说 已经搬上大荧幕的 闪铃和小丑回魂 都具有令人 毛骨悚然的情节和细节 上升这本书 则一反常态 几乎没有什么恐怖色彩 反而 有种温暖的基调 我们回归一下 整个故事 会发现 主人公斯科特 是一个人生失忆 并且正在经历 灵异事件的 中年白人男子 生活在一个 观念传统的小镇 但是 因为意外获得的超能力 帮助了遭受歧视的 同性恋邻居 和他们结成了同盟 显然 斯蒂芬金 试图处理一个 敏感的话题 那就是 同性恋平权问题 这大概 和斯蒂芬金的 个人经历有关 因为他的女儿 就是同性恋者 早在1999年 就高调出柜了 作为父亲 斯蒂芬金 一直是同性婚姻 坚定的支持者 2015年 美国最高法院 裁决全美 同性婚姻合法 但正如 斯蒂芬金 在小说中 所写的那样 同性恋 以及已婚 同性伴侣 仍需面对 各种顽固的 偏见和歧视 在小说的结尾 城堡炎人 最后接纳了 迪尔德利和唐纳森 斯哥特 也终于得到了一种 上升的亲吟 暗示着光明 和解 和希望 好了 关于这本上升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感谢观看